翻轮胎 六脚张爱跳 后抛是星球 三千米长跑 7月11日 在河北情荒岛训练基地 正在备战2022年冬奥会的冰雪进儿们来到阳光下 比拼体能备战冬奥 据介绍 此次体能大比武共有空中技巧 单板滑雪悠行场地 高山滑雪 冰湖 单板平行大回转 雪伤技巧等十支队伍的200多名运动员同场较量 分为四个项目 体现全身综合力量的轮胎翻滚 反映协调灵敏度的六脚张爱跳 考验全身爆发力的后抛是星球 以及测试有氧耐力的三千米长跑 多种项目兼顾了趣味性与时效性 赛场上的阳光十分热烈 平日总在冰雪中展现雄姿的冰雪健儿们 在体能赛场上也不甘落后 精彩的比赛让集训队内的杨教练也倍感信心 以赛亚来自美国 曾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做冰球教练 目前在中国集训队帮助运动员提升体能 以精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他认为让不同的冰雪项目运动员互相竞技 对他们的能力提升非常重要 当日傍晚四个项目分别决出了男女子组前三名 获奖的运动员在兴起之余 也对2022年冬奥会多了一份信心 现在到2022年之前就好好的把自己的专项技术 再好好的去巩固提升 然后体能方面也不断的去进步 然后希望自己能在2022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来回报自己的这几年 此次大比武是2019年第二次体能比武 据悉第三次体能比武将于8月在北京举行